Hello 大家好 最近肺炎在世界各地都嚴重了 我希望大家保重身體健康 今天我想和大家討論一下 Value Investing 價值投資 和Growth Investing 增長型投資 我會分析一下哪一類型投資比較好 片段的後部份我會分享我個人的看法 給大家一些建議 關於哪一類型投資其實是較好 以及我們如何部署未來的投資計劃 在我分享之前記得按LIKE和訂閱 如果我用人物例子 你們可能會比較容易明白 我會用Ron Buffett 作為Value Investing 的代表人物 Ark Invest的Kathryn Wood 會作為Growth Investing 的代表人物 近年很多人討論 甚至很多基金公司都揚言 價值投資已死 Ron Buffett 的一套已經過時了 很多人都說現在只會投資增長型股票 其實兩種投資類型 無論在時間、分析和波幅 以及回報都有很大的分別 價值型投資者最大的標記 就是他會主動去找一些便宜 而又被市場低估的股票去買入 低買高買 而在數據上 價值型的投資者最常用到 就是看P Ratio Price to Earnings Ebitda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以及 BP Ratio 即 Price to Book of Value 而他們都會檢查公司的cash flow 即現金流 以及負債比例 所以他們主要是利用過去公司的數據 去預測公司股票未來的走勢 最後他們就會去找出intrinsic value 即股票的內在價值 大家可以看看這幅圖 這幅圖中間這條線就是intrinsic value 我這裡寫著IV代表 股票的價格就在這裡 股票的價格的波幅例如就是這樣 在經濟學的角度來說 股票的價格應該是圍繞著intrinsic value 而價值的投資者主要是找一個入市的機會 就是低於intrinsic value 即是這些位置 當這些股票的價格跌到這個位置 貼著intrinsic value的時候 他們會內心地等待 他們這種等待式的入市 就是為他們的margin of safety 即是安全邊際去鋪路 什麼是安全邊際呢? 就是這個位置 即是低於intrinsic value 這條線 再是你入市的價位中間 那個範圍就是margin of safety 即是你入市的價位越低的時候 你的margin of safety就越大了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作者 Benjamin Graham 指出 當股票的市場價格大大低於intrinsic value的時候 它的差額就是margin of safety 就是我剛才說過的一種安全邊際 因為投資者都可以根據自己可以承受風險的程度 所以通常這些公司都是已經成長了的公司 而且市值是比較大的公司 亦都會以長線投資為目標 所以回報是不會大上大落 股票回報通常都是穩定 而且長久的增長 現在就說一下增長型的股票 他們包括Fanx stock 即是Facebook、Amazon、Apple、Netflix、Google 亦都可以提及Tesla 或者其他很多的科技公司 亦都有很多初創而是市值比較小的公司 市是成立了幾年的時間 所以有一些可能基本上是沒有營業的收入 所以即是沒有earnings 因為沒有earnings 我們就不能用到PE Ratio去value這間公司 最多只能用到PS Ratio 即是Price to Sales Ratio 去計算這間公司的價值 我這段影片也有教過PS Ratio 你可以在這段影片學習一下PS Ratio 而這些所謂的Growth Stock 就算有PE Ratio 亦都不是我們熟悉的大約15-30的範圍 而是Tesla的PE Ratio是700-800 所以通常你要買這些Growth Stock 你都會覺得很貴 而且在圖表上看下去 這個價格下行的風險 好像無底深潭一樣 由於你付出更高的價錢 去買入這些股票 亦都接受了很高的價格下滑的風險 所以一般投資在Growth Stock的人 都是目標要得到跑贏大市的回報 如果大市的平均回報率是10% 他們要的回報可能是20%、30%、100% 甚至更高的回報 好,現在又回到最初我提到價值投資以死的說法 首先我要分析一下為何會有這個論點出現 近年很多人都評擊The Intelligent Investor的作者 Benjamin Granheib 的理論 因為他們覺得用Benjamin的方法 去找一個便宜的股票已經是過時了 很多平價的股票本身可能是自己存在缺陷 或者是被市場淘汰的行業 而且很多公司的股票的PE Ratio 亦都很難找到15%或以下 事實上他們的論點是有根據的 你可以看看這個圖表 在2009年開始的10年來 Value Investing 的回報 勝於Growth Investing 的回報只有3年 而Growth Investing 贏了7年 這個表也同時反映了 在1928年開始 Value Investing 的平均回報仍然有4.54% 高於Growth Investing 但因為它的領先程度不多 所以看上去亦有可能Growth Investing 很有機會會後來居上 其實還有兩個大原因 是可以解釋為何Value Investing 在這幾年都失效 第一個原因是 聯儲的量化寬鬆QE 第二個原因是低利率的環境 以上兩個原因都會刺激在低利率的環境下 人們不將錢放在銀行存款上 亦不會長期買在國債上 他們會主動尋找更高效益的投資工具 因為國家債券所代表的無風險利率實在太低了 這個低利率都迫到其他人將資金流向股市 直接令到所有公司的PE ratio都大幅增加 由以前的平均值15%增加到現在的大約30% 所以如果根據舊有價值投資的選項模式 其實所有的股票是太貴 沒有辦法入市 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解釋了 為何價值投資這幾年失效了 其實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這本書是我的外書之一 我這裡引用書裡的一句 An Intelligent Investor doesn't just invest They think their investment through to the end 我可以這麼說 說價值投資已死的人 其實他們是集中評擊Benjamin的計算入市價的理論 但他們無視了書中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要先了解你投資的公司 直至你認為這間公司的股票值得你持有 去到最後一刻 其實Ron Buffett 就沒有像Benjamin的古老年代的想法 他將價值投資發揮至另一個境界 他就說,Just looking at the price is not investing 他重新演繹了他自己的價值投資模式 他不會只是focus在價錢上 他會將公司的未來發展 列為intangible value 加入投資價值上 最重要其實是要明白公司的發展和公司的價值 由內而外了解公司就像自己的一盤生意 如果公司在未來不會生產利潤的話 他自己是不會投資上去 所以當你徹底了解公司後 你就會得到信心和耐性 價值投資者一般都很有耐性 他在價位高的時候只會選擇分段入市 耐心等到去紅市入市的機會 最好的公司一般都不會有大特價賣貨 所以有時是偏貴 一年可能只有幾次入市的機會 或者要等到經濟大衰退才有機會去買入 所以要非常耐心地部署 那說到這裏 我不妨就和你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是引用了Ron Buffett的理論 去投資Tesla的Growth Stock Ron Buffett 到現在都未正式在Public Filing 顯示他有持有Tesla的股份 當然有些陰謀論說 其實在Filing的Undisclosed session 其實Ron Buffett自己也有買Tesla 這個我就不會印證了 但這裏的重點 其實我是想分享 做長線投資的人 可能經歷過2018年的時期 亦是Tesla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當時Tesla面臨接近破產、倒閉的危機 財報非常差 大行的分析都叫大家拋售 但如果你一直留意Tesla的發展動向 你會很明白當時Tesla的負債 將來會用你在哪個範疇上 價值投資者除了需要了解Financial之外 亦要相信公司由內而外 相信這間公司是自己的生意 新型的價值投資者 會視2018年Tesla低PE ratio時 是一個良好的入市機會 入市後更會長線投資 等待公司為他帶來可觀的利潤 所以總括來說 我不會說Buffett的一套是過了時 如果要我形容的話 我會形容價值投資只不過是一個昏著了的情況 因為如果有一天 利率回復正常水平時 價值投資的效用就會回來了 較為正常的PE ratio都會再次出現 所以在未來的投資方式 其實我們應該避免側重在 隨便一種投資方式 Growth 還是Value Instead 其實我們應該要靈活變通 割取其優勝之處 平衡自己的組合 如果盲目地跟隨high growth的股票 高買高買再高追 不但會削弱你的回報率 而且也會減低自己的margin of safety 取而代之 我們應該用價值投資者的優點 即是耐性和觀察力去選擇high growth的股票 Ron Buffett 又說過 他過去的投資其中一個最大的錯誤 就是沒有做一些買入Amazon 他就說 以前他沒有買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明白 Amazon這個行業和公司 你認為他有沒有做錯? 對我來說他沒有做錯 因為他只不過是不投資在一些 自己不明白的公司和行業上 他有點遲 他最後在2020年 最終真的買入Amazon 所以他最後是買貴了Amazon 但他沒有賣錯 因為他要先了解自己在賣什麼 你留言告訴我 你是哪一類型的投資者? 你會否認為價值投資已經過了時? 今天我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有用的 記得按LIKE,分享,訂閱 下次見,拜拜!